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发现身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上厕所情况,一种人喝完水没多久就频繁往厕所跑,另一种人喝水后却能憋很久,半天也不见他上一次洗手间。 这不禁让人疑惑,喝水后一直小便的人和半天不去厕所的人,到底谁的肾脏更健康呢? 有些人担心,总是跑厕所是不是肾出了毛病,也有人觉得能长时间不尿尿大概是肾功能强大,真相究竟如何? 别着急,我们今天就从人体生理机制和现代医学观点出发,来聊聊这个有趣又重要的话题,先说个身边的小故事。 我有位同事小刘,就是典型一喝水就想上厕所的体质,为了避免频繁跑厕所,他干脆平时很少喝水, 总是杯子放在旁边却不敢多喝,这可把他憋坏了,还一度怀疑自己肾有问题。 而另一位同事老王恰恰相反,整天忙起来几乎忘了厕所在哪里,他经常半天不去厕所,还笑称自己膀胱容量大,肾功能好,难道真是这样吗? 后来小刘去医院做了检查,结果显示各项肾功能指标都正常,原来他的肾脏并没有生病,那为什么他喝水后总忍不住跑厕所呢? 又为什么有些人恰恰相反,喝再多水也能忍很久呢? 接下来,我们就一起探究其中的原因,要回答这些问题,我们先看看肾脏到底是干什么的。 肾脏是人体的过滤器和水处理场,24小时不停地帮我们过滤血液,制造尿液,维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。 别看肾脏个头不大,每人身体里这两颗小腰子,每天却要过滤大约150到180升血液。 通过精细的工序浓缩,最终只排出约1.5升尿液,也就是说,肾脏把成百上千毫升的原尿回收再利用。 浓缩成我们排出的尿液,可见它对维持内环境稳定有多重要。 当我们喝下一杯水,水经过消化道被吸收到血液里。 血液流经肾脏时,肾脏里无数微小的过滤网,成为肾小球,就开始工作。 它们把血液中较大的成分,比如血细胞、蛋白质留下,把水和代谢废物等小分子滤出血液,进入肾小球旁边的肾小囊里。 这个过滤出来的液体,就是原尿。 接下来,原尿会经过肾小管的再吸收处理,身体有用的水分和营养物质被重新吸收回血液。 多余的水和废物则被流下,变成了真正需要排出的尿液。 最终,这些尿液通过输尿管流进膀胱储存。 等到膀胱里的尿液快装满时,神经会发出信号,提醒大脑。 该上厕所了,我们就会产生尿液,然后赶紧小便,把尿液排出体外。 一般来说,从喝水到尿液形成病排出,大约需要30到45分钟左右。 当然,这不是固定不变的,每个人的情况稍有不同。 如果刚喝水几分钟,就感觉想尿,多半是之前膀胱里已经存了一些水,或者是一种心理作用。 通常新喝下去的水,起码得过半小时左右才到站。 那么,一个健康人的排尿情况大致如何呢? 正常情况下,成年人的小便次数和尿量有一定范围。 多数人一天小便大约6到8次左右,总尿量大约1500毫升左右, 差不多相当于三瓶普通矿泉水的量。 这只是平均值,并不是绝对标准。 只要每天尿量不低于400毫升,不超过3000毫升,都算在正常范围内。 毕竟有人爱喝水,有人喝得少。 饮水多,自然尿就多嘛。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。 科学家研究发现,不管大象还是猫咪等各种哺乳动物, 每次尿尿的时长平均都是21秒左右。 这就是有名的21秒定律。 也就是说,我们平常上厕所,从开始排尿道结束, 大概20秒左右就能完事。 如果你每次小便却需要明显超过一分钟都尿不完, 那就不太正常了。 可能是前列腺或尿道存在阻塞,导致尿流变慢, 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。 正常情况下,健康尿液的颜色应当是蛋黄透亮的, 就像泡过一两次的淡茶水。 若是尿液颜色很深发黄,通常说明你喝水太少, 尿里废物浓度高,如果尿液完全清澈如白水, 可能是喝水很多很勤,尿液被稀释了。 但无论尿色深一点,还是浅一点, 只要不是长期异常,都不用过度紧张。 正常新鲜尿液会有一点点安慰,但不会很刺鼻。 如果每次尿液的气味都特别怪异难闻, 或者尿里出现肉眼可见的血色,很多泡沫等情况, 那就要引起重视,尽快就医检查了。 说起来,古人很早就知道,通过尿液看健康, 中医望闻问切中的望,就包括观察小便的颜色和性状。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,医生甚至会品尝病人的尿液来诊断疾病, 因为糖尿病人的尿带有甜味呢? 当然,如今我们没必要用舌头咽尿, 医院的化验手段要科学准确得多。 其实,影响一个人排尿频率的因素非常多, 每个人膀胱的储尿容量不同, 阔约肌松紧度不同, 饮水的习惯,憋尿的习惯, 出汗的多少, 情绪的紧张与否等等, 这些都会影响排尿的间隔长短。 下面我们逐个来说, 首先是,膀胱容量的大小差异, 膀胱就好比人体的水库, 能储存一定量的尿液才会触发尿液。 正常成年人的膀胱, 大约能储存300到500毫升尿液, 但也有人天生水库小一点, 只能装下二三百毫升。 这样一来, 膀胱容量小的人储存量少, 那尿液装满的时间自然也缩短了, 人只要稍微一喝水, 就容易刺激膀胱产生该排尿了的信号, 导致频繁想上厕所。 反过来, 如果一个人膀胱容量大, 相当于水库更深更广, 能储存更多尿液在一起排出, 那么上厕所的次数就会减少, 形象地说, 有的人天生是小水杯, 装一点点就满, 有的人则像大水壶, 容量大不少, 一次能装很多水, 所以不上厕所的时间就长一些。 第二个因素是尿道阔约肌的松紧程度, 膀胱的出口处有一道肌肉阀门, 叫做尿道阔约肌, 它控制着尿液排出的开关, 阔约肌如果比较松弛无力, 就像瓶盖没拧紧, 尿液稍微多一点, 膀胱就憋不住, 容易不断地产生尿液, 甚至还可能出现漏尿的情况。 相反, 阔约肌足够有力的人就好比阀门拧得很紧, 膀胱的储存能力变强, 喝水之后续航能力更持久, 上厕所的间隔时间也会拉长, 阔约肌的功能和个人的盆底肌健康有关, 比如产后的女性阔约肌可能比较弱, 容易出现尿失禁和尿贫, 而经常锻炼盆底肌的人则控制力较好, 不会动不动就往厕所跑。 另外, 女性在怀孕后期因为子宫变大压迫膀, 也常常感觉尿贫, 这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, 产后会自然缓解, 再者, 喝水习惯也会影响排尿间隔, 有些人平时不大主动喝水, 非得口渴难耐了才想起来喝, 这种情况下, 身体长时间处于缺水模式, 膀胱也适应了较少的水量, 如果突然某天喝了很多水, 膀胱一下子接受大量补给, 可能还没装多少就被猛然刺激, 赶忙发出尿易信号, 所以那些平时不爱喝水的人, 一旦开始大量喝水, 反而容易不停跑厕所, 而相反, 那些一直有主动喝水习惯, 身体水分充足的人, 身体早就适应了这种水分代谢的节奏, 膀胱按部就班的工作, 排尿频率反而比较正常和规律, 还有一个常见原因就是憋尿的习惯, 很多上班族, 司机或者学生因为工作学习等原因, 经常忍着不去厕所, 久而久之练就了憋尿神功, 长期憋尿会让膀胱经常被撑到极限, 一方面, 膀胱的容量可能被撑大一些, 但另一方面, 膀胱壁内神经的敏感度却会下降, 变得没那么容易察觉尿意, 简单说, 老是憋尿的人, 膀胱变得更能装了, 神经反应却变迟钝了, 即使尿很多, 也不太感觉得到, 于是小便的频率就降低了, 这样的人常常一忙起来半天不去厕所, 也不觉得难受,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, 憋尿虽然能暂时少跑几趟厕所, 却并不是个好习惯, 我们稍后会专门谈谈它的危害, 此外, 出汗多少和外界环境也会影响排尿频率, 人体排水主要有两个途径, 一个是通过尿液, 一个是通过汗液, 如果你在炎热的天气或剧烈运动后大量出汗, 那么身体很多水分经由皮肤流失, 流到肾脏用于生成尿液的水就变少了, 尿自然变少, 排尿次数也减少, 这就是为什么夏天喝了很多水, 却尿的不多, 水分走汗到流掉了, 而天气寒冷时人不怎么出汗, 喝进去的水只能主要靠尿排出, 这时候尿就会变多, 所以冬天我们往往感觉尿特别频繁, 而夏天即使喝很多水, 上厕所次数反而没那么多, 就是因为水分有相当一部分变成汗排掉了, 同样道理, 人在安静久坐时出汗少, 可能就主要通过排尿来排水, 而剧烈活动后汗流得多, 尿液往往就跟着减少, 最后, 情绪和激素因素也不能忽视, 紧张, 焦虑的时候, 胶感神经异常兴奋, 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和过滤速度, 膀胱也会变得敏感, 所以很多人一紧张就老想上厕所, 就是这个原因, 另外, 我们的身体在夜间会分泌抗力尿激素, ADH, 来减少尿液的生成, 让人可以安心睡觉, 不用起液, 但如果内分泌失调, 比如这种激素分泌异常, 就可能导致夜尿增多, 或白天尿量异常, 还有一些疾病, 例如糖尿病或者罕见的尿崩症, 也是因为激素和代谢的问题, 引起不停的喝水, 多尿的情况, 不过那已经属于病理现象了, 顺便一提, 长期憋尿的危害, 可不仅仅是让膀胱迟钝, 尿频减少这么简单, 哦, 医学上甚至有过, 憋尿过久导致膀胱破裂的案例, 虽然这种极端情况非常罕见, 但长时间憋尿, 会让膀胱像被不断吹大的气球, 严重的话, 有可能因过度膨胀而受损, 一旦膀胱被撑伤, 排尿功能就会出大问题, 而且大量尿液憋在体内, 还可能引发危险的感染, 此外, 憋尿还会影响心血管系统, 有研究指出, 长时间憋尿会使腹腔内压力升高, 导致血压明显波动, 对于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来说也很不利, 所以啊, 千万别逞强去憋尿, 该上的厕所一定要上, 曾有新闻报道, 一位长途司机为了赶路不愿上厕所, 硬是一路不怎么喝水, 拼命憋尿, 结果最后把自己活活憋进了医院, 严重的尿路感染引发了肾余肾炎, 高烧和腰痛把他折腾得够呛, 真是后悔莫及, 可见, 为了省几趟厕所而损害健康实在得不偿失, 谁也不想因为少喝水少上厕所, 最后反而多花时间在医院打针吃药吧, 看到这里,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, 如厕习习惯虽然是件小事, 但暗藏的健康知识可不少, 接下来, 我们就来看看专业医生怎么说, 医生指出, 其实不管是一喝水就想小便, 还是半天不去厕所, 只要这是你长期以来一贯的状态, 并且排尿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不适症状, 就不必过分担心肾脏健康, 这两种情况本身并无高下之分, 并不存在谁更健康的问题, 不过, 大家需要特别警惕的是, 自身排尿习惯的突然改变, 若排尿的频率和方式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明显变化, 那可能是在向我们发出健康警报, 举几个例子, 如果最近忽然尿频的厉害, 而且伴随强烈的尿急, 尿痛, 那很可能是密尿道感染, 比如膀胱炎, 尿道炎, 或前列腺炎在作怪, 如果没有尿痛等刺激症状, 但总感觉排尿不尽, 每次尿量也不多, 那么在中老年男性中, 很常见的前列腺增生也可能在作祟, 前列腺体积变大后会压迫尿道, 让排尿变得不顺畅, 膀胱为了排空只好更加用力地收缩, 却还是无法一次排尽, 于是小便次数反而频繁, 总有尿不完的感觉, 这种情况建议就医检查前列腺情况, 必要时通过药物或手术来缓解, 如果排尿时总感觉尿不干净, 而且小便中泡沫明显增多, 液尿次数也变多, 这可能提示肾脏的过滤功能出了问题, 比如慢性肾炎或肾病综合征等, 需要尽快去医院检查尿常规和肾功能, 再比如, 如果出现了三多亿少, 喝水多, 尿很多, 吃得多却体重下降的现象, 这正是糖尿病的典型信号, 得赶紧测血糖确认是否血糖升高, 还有一种情况, 假如发生无痛性的血尿, 尤其是中老年人, 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, 因为这可能是膀胱或肾脏肿瘤的征兆, 千万不可大意, 总之, 比起纠结每天上几趟厕所, 我们更应该留心这些异常的排尿信号, 一旦出现了上述症状, 就要尽早咨询医生, 毕竟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, 一旦发生病变, 本身不会喊疼, 我们只有靠尿液等蛛丝马迹, 才能及时发现问题, 许多人对尿频都有误解, 觉得尿得多就是肾虚了, 这种看法, 源于中医所谓肾煮水的理论, 意思是, 肾气不足会影响肾的开合功能, 从而导致尿液增多, 老年人液尿多, 的确常被视作肾亏的一种表现, 但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, 尿频还有很多别的原因, 不能动不动, 就全归结为肾虚, 其实, 中医理论中的肾虚, 指的是身体功能状态下降, 和我们这里说的肾脏气质性疾病, 不是一回事, 年轻人白天喝水多尿勤, 大多是生理因素在作祟, 并不代表肾脏出了毛病, 千万不要随便给自己扣上肾虚的帽子, 更别随便乱吃那些所谓补肾的偏方, 以免适得其反, 有些人反而觉得尿液颜色越黄越好, 甚至流传尿黄如油, 才是肾气足的说法, 其实, 这是很大的误解, 尿液太黄往往只是表示, 你平时喝水太少, 身体正处于缺水状态, 并不是什么健康的标志, 还有人以为, 少喝水, 少尿尿能给肾脏减负, 其实正好相反, 长期喝水太少, 会导致尿液高度浓缩, 反而增加肾结石, 泌尿道感染等风险, 憋尿就更不用说了, 不仅可能引发膀胱炎, 尿路感染, 严重时还可能伤及肾脏, 我们的肾脏最怕的就是, 你不给水还让它一直憋着, 一味忍耐和缺水只会让它更累, 最后总结一下, 喝水后一直跑厕所也好, 半天憋着不上厕所也罢, 都不直接等同于肾好或肾坏, 每个人体质不同, 排尿习惯不同, 只要没有不适症状, 这两种状态都可以是健康的表现, 但是, 从保护肾脏的角度来看, 我们还是要做到不可也定时喝水, 有尿意就及时排尿, 别拿自己的肾开玩笑, 不要为了省事少跑几趟厕所, 就委屈了膀胱和肾脏, 爱护肾脏其实很简单, 首先, 保证每天足量饮水, 不要等口渴才喝水, 其次, 有尿意就及时排尿, 不要强忍憋尿, 然后, 留意尿液的颜色和气味变化, 如果出现异常信号, 要引起重视, 最后, 身体有不适, 及时就医咨询, 不要迷信偏方和自行乱补, 只有这样, 才能让我们的肾脏一直健康地为我们服务, 好了, 关于尿频VS憋尿谁更健康这个话题, 今天就聊到这里, 希望看完这篇科普后, 大家都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饮水和排尿习惯, 下次再有人问你憋尿厉害是不是肾更好, 你就可以自信地把真正的答案告诉他了, 请不吝点赞,